新闻大白话年终破关解任务 任务一订阅新闻大白话的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任务二小额月费加入新闻大白话的会员 用行动来支持优质节目 让我们一起监督政府 那高嘉瑜的遭遇 当然大家都同声谴责 只是这个声援的力度 很多人都认为说高嘉瑜 在党内的这个关系实在是太坏了 因为真的当天记者会 出来跟他抱抱的时候 王美慧还有另外何志伟 有来献花 其他人都在忙什么 当记者来问到 民进党的立法院党团说 你们是不是给高嘉瑜的温情不够多 有没有其他的原因 党团的回应是怎么样 我们来听听看 沉默不会保障自己的权益 所以我们用这样的方式 来帮高嘉瑜闻加油 那我们今天的记者会到这边 那费有 请说 我们刚才不是想过了吗 我们刚才不是讲过了吗 好 这个民进党党团书记长蔡世应 这感觉上有一点点跟高嘉瑜不熟 因为记者有问他说 那你们要不要帮高嘉瑜伸援 或是再加油 他说刚才不是讲过了吗 再帮他加加油 刚才不是讲过了吗 不能多讲 讲一次就够 我不知道那种感觉 如果我是你们的同党同志 我可能会觉得 好 对不能多讲这样子 不用再给多一点温暖 其实他们心里面是不想要声援他吗 我不知道 觉得非常非常的诡异 不过我们再来看看 昨天在新闻大白话 我给你讲我举个例子 上次陈雪生不小心碰到范云 26个妇女团体出来声援 这是有哪一个团体出来 26个 有出来但在骂国民党 对 骂国民党还是要出来 但是针对声援高嘉瑜就比较少 是 所以其实大家都有眼睛 也很容易来比较 那到底声援的力度够不够 或者他们是真心的 要为高嘉瑜可能觉得 他受到不好的待遇来声援 或是有帮他秀秀或胡胡 看起来好像也没有 昨天在这个 我们新闻大白话里头 高嘉瑜他亲自 他非常勇敢的来上了 我们的节目 并且说了很多的始末 就是他为什么会 陷入这样子的一个暴力的对待 我在这个节目里头 也问了高嘉瑜说 总统有没有打电话来关心您 这个秘书长 副秘书长李俊一 是有打电话来关心 就是受总统的指示 打电话来关心 可是总统本人 其实并没有多说什么 也没有亲自打电话 给他一点点温暖 难道这么的冷冰冰吗 不过我们今天就来看看放言 这是周玉寇的媒体 放独家 他说这是他们的独家 他说其实总统都知道 国安高层也知道 他说为什么呢 因为高嘉瑜不是被打了之后 他跑去台大医院验伤吗 那天是14号 所以他说周刊在爆料之前 国安高层就已经掌握到这个讯息了 蔡总统也知道了 所以他们已经启动人身安全保护 关怀也劝他报案 那因为高嘉瑜那个时候还没有想好 到底要不要报案 所以他们也就按兵不动 也没有任何的伸张出来 所以总统都知道 总统也有 也有这个关怀 这是十日宁静革命 只是你们都不知道 对啊 那为什么呢 比如说D-FAK的事情 蔡总统一知道马上跳出来 就马上要修法 然后如果总统早就知道 为什么他要等了十几天 才签署根捎法 很多人那天都在问 因为D-FAK的他自己也是受害者 对 没有 但是根捎法通过之后 他其实等了蛮久 他才去公开签署根捎法才通过 那天签署的时候 他还有就是说让大家看一下 就是宣传 但是如果你是先前就知道 其实你早就应该可以 先做这件事情 所以他知不知道 我不清楚 但是他在这件事情 爆发出来以后 对高嘉瑜的态度 似乎不管你去跟他 对拜登的狗狗去比较 或者是说跟很多他 比如说对于 黄世修的攻击去比较 或者是说对于D-FAK的 这个热情去比较 好像都差了这么一大截 所以我觉得民进党上上下下 确实就是留个加油 大多就没有了 骂骂国民党很喜欢 但是林秉书这个人的恶行恶壮 我就问有看到哪一个 民进党的站出来谴责 并且要调查他背后 是不是有资金在搞事吗 这件事情才是真正关键的吧 这件事情的犯人嫌犯 应该是林秉书 所以如果你要声援高嘉瑜 你是不是再站出来谴责 而且要挖掘林秉书 是不是还有其他不为人知的真相 甚至伤害了其他的女性 这才叫做声援 结果你的声援是 在网路上看看有没有人讲什么 然后只要他是国民党 赶快骂他 这是哪门子的声援高嘉瑜 我要补充一下 我觉得大家不要小看这件事情 如果周一寇讲的是真的话 那我必须要讲 国安单位严重失职 你的国会议员 也就是民意机关的最高代表 被人家剥夺自由 形同绑架 打到要住院 然后国安机制 我们宁静革命 你看鬼啊 这哪有可能 你想想看 总统差一点跟这一个亲密暴力的犯人 处在同一个区域 然后你告诉我说 没有 我们国安单位宁静革命 悄悄的安排 劝告他要去报警 我们把这个案情再讲一遍 你有一个国会议员 被人绑架 剥夺自由 痛殴打两天 你没有派霹雳小组破门救人 都已经很客气了 结果今天跟我讲说 没有 我们暗兵不送 我们静悄悄的前提 就打了一通电话 这太不合理了 不过很多不合理的地方 疑点之一就是说 如果他们真的知道高嘉瑜 遭受这样的对待 那应该是警政署 警政署介入 怎么会到国安层次 或者是 不是15天 或者是 我猜是小马24号 去那边发那九份传单的时候 那时候才知道 没有 这个亮哥你要知道 这个周玉寇他写的是说 他去验商 他去验商之后他们就掌握了 因为他去台大验商 所以他们有通报社会局 然后他们都就掌握 那时候是11月14号 到了11月底 所以是15天 只是说他到底 有没有上升到国安层级 这个需要国安局来掌握的吗 我还是要讲 你知道这整个状况 你仔细描述之后 你有一个立委被人家用 类似洗脑心理控制的方式 幽静起来 甚至逼迫他 遵守你所有的规定 还跑去你家丧礼 帮忙出席 而且高嘉瑜他还可以去 要警察到现场 他可以去掌握警察的资源 人家控制他 叫他叫警察来 六个警察他就叫六个警察来 那我这样讲 有公权力 高嘉瑜在喘的时候 你怎么确定 林先生没有站在旁边 如果你知道的话 那如果下一次高嘉瑜 叫国防部拿机密预算来给他看 会不会可以照做 这个绝对是国安层级 他如果真的要出动 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这个我就同意了 如果说今天有人控制了 我们的国会议员 我们的国会议员 做出了伤害我们国家的事情 国安层级 今天温朗东就说了 林秉书被中国渗透 林秉书可能被红色势力渗透 所以很可怕 很危险 但等等 我们刚刚讲到这个程度 我还是必须要讲 温朗东是谁给他资料 他都会照贴 来 我们请这个 没有啦 这个非常搞笑 其实就是因为我们揭露了说 林秉书他就是一个网军 他就是塔律班 而且他跟很多其他的塔律班之间 可能还有连结 所以只要每次民进党的网军 被抓出来的时候 就会有一些侧异人士跳出来说 没有啦 那可能是中共同路人 哪一次不是中共同路人 又变成中共同路人 为什么我要说又呢 是 温朗东的立论是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 他说因为这个林秉书 2013年的硕士论文 指导教授是谁 经常往返两岸 提倡中国配偶权益的杨军人 政大的可能小心认识 所以他的这个 就是在这个政治献金 可能对绿元政治献金 都是怎么样呢 可能对岸有在资助 他不是有很多小儿 抖内一万块一万块吗 所以温朗东说 林秉书有计划的渗透 你们本土阵营被攻陷了 怎么这么脆弱 民进党 这是标准的国安问题 我这边要补充一下 如果温朗 当然我完全不相信 温朗东讲的话 他根本就是在乱承 但是其实温朗东 如果讲的是真的 那国安单位 当时就已经知情的情况 高嘉瑜他身为立法委员 他有职权 而且他甚至他有确实 就截图都出来 他确实有请警察到现场去 就是说这个林姓男子 要他做的事他有去做 有动用公权力 那你等于你这15天 你在国家安全的层次上 你是完完全全的失职 就是非常危险 如果温朗东讲的 这个林秉书是中共同路人 那中共同路人控制了高嘉瑜 叫高嘉瑜去叫警察 叫高嘉瑜做其他的事情 那你这几天 你完全束手无策 那怎么让我们相信说 你面对其他的共谍 或其他的境外势力威胁的时候 你可以保护台湾 根本做不到 因为你只会宁静革命 我再举一个想定 今天高嘉瑜可不可以求见总统 他可不可以求见副总统 可不可以在四大公投宣讲会的时候 站在他旁边 然后顺便多带一个林秉书 都可以 这个是不是国安的系统的破口 你还好意思拿出来讲 说什么启动国安系统 我们有一个国会议员被人绑架囚禁 甚至挤进洗脑控制 我讲绝不夸张 阿亮一定很清楚 PUA就是控制人的行动 我把你的东西丢到走廊 叫你一个工作人员给我跪去捡回来 捡两次 然后旁边有人叫他不准介入 这个东西是洗脑的一个标准流程 要你失去羞耻心 然后觉得我今天只有这个人可以依靠 那你说这有没有国安危机 很危险 所以越讲越可怕 这就可能动摇我们的国本 所以不能小看这个案子 观众朋友 一个绿的网军 因为过去他的发言 他的政治立场 其实很明白 他交往的人也都是 包括新潮流在内的绿营人士 如果是一个绿的网军 有可能是中国在后面侧动 中国在发动资金的攻击跟资助 那实在是太可怕了 那这一次的这个网军 互相互打 然后来洗白 对 因为其实这件事情揭发之后 林敏书不是还发动很多 他的PTT账号吗 以及他也找了一些人 来帮他洗白吗 继续攻击这个高嘉瑜吗 赖心得其实之前 有做过类似的事情 就是他有讲过 这个总统不要再来攻击我 你的网军不要再来攻击我了 那今天还牵扯到另外一个人 他是台南的这个立法委员 陈廷飞 他有特别讲说 我跟他们这群人都不太认识 不要扯到我 我们来听听看 林敏书我完全不认识 这个基本上大家 肉搜一下就知道 大概林敏书跟谁 哪些政治人物曾经有来往过 如果说现在有人故意去说 是台南某一个 立营的立委 其实不难查证 就是说你一定是林敏书 跟这个绿营的立委是很熟识的 才有可能拿到这所谓的第一手资料 其实为什么会扯到陈廷飞 就是有一个在PTT的账号 叫做美品为您的人 他在网路上事发之后 一直不断替林敏书洗白带风向 结果后来他自己出来说 对不起 我因为没有了解 所有事情的全貌 而且是台南某重量级人士 拜托我去这么做的 我一时迷糊没有查证 所以才去发动这样子的攻击 那台南某重量级人物到底是谁 人士是谁 所以刚才这个陈廷飞已经出来讲了 那我们可以看到 Crazy Winnie 也就是说在发文 来攻击这个高嘉宇的那一个人 同一个账号那个人 他同时其实也攻击了黄伟哲 就在台南这边一片大乱斗 那台南这几个立法委员里头 都被疯狂维尼骂过了 唯独这个陈廷飞并没有被骂过 所以很容易就把这个 这个证据指向陈廷飞 虽然陈廷飞委员刚才说 他完完全全不认识这一些人 那这一个人Crazy Winnie 他的这个 这个曾经做过陈怡真的这个助理 他也是陈廷飞的妹妹 我们刚才讲到了 赖清德曾经讲过一句话 这个在党内初选的时候 他要求总统可以高抬贵手 那当时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来看看这一段 那我们也请总统 能够要求他的网军 停止对我的攻击 请总统要求他的网军 停止对我的攻击 所以朱大 我现在已经搞懵了 你知道太复杂了 我希望观众朋友可以搞清楚 也就是说 我们希望让大家知道 民营党里头的确有一群人 不管是大蟑螂小蟑螂 不断的在乱斗 不断的在乱斗 我这样讲 李柏璋从来不是一个会公开道歉的人 他从以前到现在惹了多少问题 你知道上一次他在某大学夜间部毕业 他亮那个毕业证书在他脸书上 他炫耀什么 他说我去酒店喝烂醉 然后框了一个酒店小姐上课 老师看我都觉得很了不得 你看我多厉害 这是他上次的留言 所以你觉得他会道歉 他不会道歉 他唯一道歉的原因是因为 背后有人讲说 你不要让这一整次的爆料 翻了我整盘棋 我们这样讲一下 刚刚这个怎么扯到陈寗飞的 可能很多人搞不清楚 是因为网友直接整理 这个是Chun Yi 这是一位PTT的网友 他直接整理 李柏璋的这个账号 他在台南骂过林俊宪 郭国文 林一锦 王定宇 赖会员 黄伟哲 但唯一没有骂过 甚至还发文说 赞 就刚好 就这么巧 就是巧亲手上的 就只有陈亭飞 所以陈亭飞今天为什么要特别出来澄清 就是不然李柏璋就是讨厌所有绿营 在当地的每一个人 但只支持陈亭飞 那是不是今天刚才黄洋明也讲了 李柏璋原来就是陈宜珍 也就是陈亭飞妹妹的助理 那这个是确定黄洋明还特别去查过 因为他去跟陈亭飞问 说文文 你是不是跟李柏璋有关系 那他说现在没有 但是去年他的确是他妹妹的助理的时候 我觉得这件事情荒谬就荒谬在 你一路追下去 上一次我们抢李柏璋炫耀他带酒店妹去学校的 还有毕业那个留言 你去抵他看一看 有没有绿营的政治人物去留言 那还不吵 那所以这一波我们要讲的是 原来我不知道前子记不记得 当时第一时间发生的时候 我没有讲太多话 因为这个背后水很深 我那时候想说是不是有派系要趁此牟利 但目前看起来还真有 李柏璋不是一个会做义务事情的人 你不给他钱 你不给他有长时间的合作 他不会为你效力的 所以我可以说李柏璋是一个网军吗 他就是一个网军头 那网军头为什么会帮林秉书 愿意接这个案子 愿意运作 甚至冒着自己整盘棋被翻掉的风险 那一定是因为请托他的人辈分很高 施的压力很大 不然这种高风险的问题 我这样讲 律师都不愿意帮林秉书辩护的时候 为什么有网军愿意帮林秉书 而且自己亲自跳下来 把他自己的真身 暴露在媒体跟网络的搜寻当中 那李柏璋为什么愿意冒这个险 到底是谁请托他 他出来讲说被人家骗的 那都是假的 没有钱会叫你出来 没有钱你会帮忙 那我们这样讲 谁给那个钱 出的钱还不小 我们今天要派一个人去刺杀某一个人 而且明知必死 你给的钱一定要够多 谁出了这个钱 是哪个派系 这里的利益到底在哪 我跟你讲 我这个人疑心病重 你不会觉得林秉书是一个完美的杀手 就是他来换掉你一个立委 他今天背后有人找他 有人帮他背书 出来就是要吊你高嘉瑜 所以有人要毁灭高嘉瑜 派一个杀手 我这样讲 这个杀手的目的不是真要杀他 是要把他搞到身败凝裂 对 就是毁灭他 不然你是高嘉瑜 我也认识高嘉瑜 高嘉瑜虽然平常很傻白甜 但他会随便跟一个很可疑的人交往 若不是有人替这个人背书 若不是有人说 这个人我们大家都认识 所以不用担心 怎么会一步一步步入这个陷阱 而且吴珍也有讲 他有收到简讯说 没有 这都高嘉瑜骗我 那会布置得这么完善完美的人 这么容易就败了 我补充一下 刚刚朱大讲说这个李伯璋 他当然也不是什么说随便 没有钱 没有资源 就会去帮忙的 我要告诉大家就是说 从林秉书到李伯璋 他们都很有钱 李伯璋你看他脸书公开的资讯 他在八月的时候在卖车 他卖两台车 一台是宾室的 我去查过 新车售价要两百八十几万 两百八十几万的车 他不是助理吗 哪来这么多钱 很多助理是挂名的 他唯一的公开的就是他以前曾经是台北市议员的助理 然后是陈宜珍 台南市议员的助理 我们哪来助理可以开两台车 一台是马自达 一台是滨市 两百八十几万的一台车 会不会他家里很有钱 他家里他自己写过他自己的绅士背景 就没有很有钱 他从小就很辛苦的外出去工作 是这样子的情况 那我再来要讲就是说 刚刚朱大讲到这种比较阴谋论的 我必须说是很有可能存在的 为什么 昨天晚上深夜我在PTT看 因为我在PTT看很久了 所以谁是网军在带风向有疑似的情况 我分得出来的 还在做 这篇文章其实实际上就是 引用了某一个我们的节目 节目里面谈到就是说 有人逼着高嘉瑜签了一个 说我很后悔高嘉瑜 然后那一张签名的东西在讲说 马文宇有没有诈领助理费的问题 但因为昨天我也在现场 节目并没有说他们有诈领助理费 但是因为有讨论到这件事 对 就是钱子框的这一个 小心说的就是高嘉瑜的亲笔字白 是 然后就有一个人 他一个网友用这一个影片 里面讨论到这一张字白 去写说高嘉瑜被爆料了 高嘉瑜马文宇是不是有诈领助理费 然后他的文章还给他上粉红色 帮你画重点 这种就是我会判定说 疑似可能是网军的文章 昨天晚上李柏璋是已经爆出来了 林秉书的事情他已经也被抓走了 晚上怎么还有人在继续攻击 高嘉瑜跟马文宇吗 显然他们并没有停手 显然除了李柏璋之外 都还有可能有其他 参与此件事情的共犯 那这个疯狂维尼 是不是检方要赶快传唤 他手上有林秉书 传给他跟高嘉瑜的对话 我怎么知道他还有没有其他的 甚至是一些影片照片 他有在底下留言说 我手上有那个影片 谁敢私信给我我就给你 好 观众朋友 当我们的这个赖信德 我们的副总统 曾经哀求总统放过他 请停止对我的网路攻击 当我们看到我们的驻外的外交官 因为网路攻击 因为网军的攻击他自尽了 他这个想不开 当我们看到我们国内 有这么多的政治人物互相攻击 不管是党内互打 或者是对你的政敌痛下敌手 这些网军在我们的生活四周横行 这件事情已经到了 令人发指的地步 虽然我知道亮哥刚才讲说 这些小蟑螂不用理他 以前也有一些黑寒 可是我觉得这件事情 已经非同小可乐 已经引起了一股愤怒 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在线上 两万六千多人 很多人都在想说 为什么不趁这一次 我们可不可以把网军给铲除 我们不要这样的文化 我们可以拒绝这样子的文化吗 这个很难 你不可能把FB PDT都关掉 上面就是有人用这个在磨砺 在赚这种钱 我就跟你讲他是接案子的 他现在为什么不再挂助理 因为这样方便 你不会扯到任何人 可是他还是在接计划 对不对 这个背后的 因为你若要扯说林秉书 是某个集团派来追高家瑜 这个真的扯太远了 我们应该说 这个事件发生之后 那是不是有人要来帮他洗白 林秉书当然有他的人际圈 这个是不是现在要利益斗争 因为我在想 你说陈寗飞跟台北市有什么关系 真的扯很远 我比较能够理解的是 可能是那个 政博会 可能是李伯彰 李伯彰 李伯彰他 他是朋友关系去接的这个案子 平常他确实是在台南地区帮陈寗飞 可是他为什么要自己讲 他为什么要自己讲是台南某重量级的 政治界人士拖沓的 他为什么要把这个人咬出来 台南市还有别人 又不一定是陈寗飞 重量级人士不一定是李伯 我觉得他是在转移焦点 他是在转移他跟林秉书 到底有多密切关系的焦点 你今天如果不再扯一个 另外的人进来 那不是等于他跟林秉书 有直接关系的 他可能也是有犯罪 因为我坦白讲我在台北市听到 一路要搞高嘉瑜让他不能选的 并不是陈寗飞这个例子 那是谁 你可以去了解一下 而且他是针对 这些网军是针对高嘉瑜 还是针对马文玉 大家可以再仔细想一想 我觉得大家仔细再想一想 很多时候李伯彰为什么要讲是 台南是一个大佬 你一直跟他老板讲说 不然我就咬出来是谁 所以先不要动我 这个中间太奥妙 太神奥了 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 马上回来